那等一下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合并列印的使用 那你要执行合并列印一定要有两个档案 一份是主文件 一份是这个资料来源 那主文件的话就是 每一位同学他相同的文件的部分 只要做一份就好 那资料来源就是要套印的这个个人资料 那我先打开个人资料 还有主文件给你们看 主文件可以是通知单 或者是这个DM 主文件的部分 所以设计一份主文件 然后待会要套印这个资料来源 所以要准备两个档案 这个是主文件的部分 它是一份这个DM 这是一份DM 那这个DM有两页 有两页资料 那待会要套印的资料来源 是这一份 好那套印的资料来源必须要有表格 在Word里面用表格把这些资料框起来 好你不能是扇着 好你必须要表格把它放在表格里面才行 那也可以放在这个Excel里面 因为Excel的资料就是表格 好所以要表格式资料 资料来源是表格式资料 然后根据这些栏位来去套印 好这边有姓名 性别有电话有地址 好那我先把这个资料来源关起来 好在合并列印的时候 资料来源不能打开 好那打开只是让你先看一下 好那我把它关掉 好关掉之后我们执行这个合并列印 好滑鼠游标放在你要套印的位置 好比如说这边亲爱的某某某你好 那等一下我们要在亲爱的后方这里 要套印姓名 好就是刚刚资料来源里面的姓名的部分 好那我先放在这里 好去执行上方的邮件 好邮件这里有启动合并列印 好那从左边开始做 做到右边完成 好从这一块开始 好这一块启动合并列印 然后书写与插入栏位 好预览结果然后完成 一步一步来 好我先点开这个启动合并列印 那启动合并列印里面有很多类型 好那这个DM呢 它是属于这个信件 好信件的部分 信件的部分 那最常用就是信件啦 信件跟这个标签的部分 好那信封的话也可以套印 好可是大部分有些信封都用标签 好就是买那个贴子 印好之后黏上去就好了 好那我们启动合并列印里面的信件 第一部分 第一步骤 你要告诉电脑我要启动的是信件 好那第二个要选取这个收件者 就是等一下你要套印的资料来源是谁 好那这有三种方式 一个是建立新清单 好就按下去之后 在这个地方去输入 好这建立新的清单 好那另外一种是使用现有清单 使用现有清单就是刚刚我们有开了一份资料来源 好就是我已经打好了 握的表格格式 好那另外一个是这个outlook联络人 outlook是一个收发性的软体 就通讯录好那我们是用中间这个 使用现有清单 好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资料了 那这资料我放在桌面上 好打开合并列印 好这个合并列印的资料来源这一块 把它开启 好再来编辑收件者清单 好打开之后它预设是全部都勾 好这一份这个资料来源里面的所有的人都可以都把它寄出去 好那你这个地方可以去搜寻 你要寄给男生或女生 你也可以寄给男生 或者是只寄给女生 好这可以选性别部分 那也可以选说你要寄给这个柱子里面 有比如说有台北市的台北市的不要寄也可以 好那现在我全部都寄 好所以不用去挑 不用去筛选 直接确定就好 好所以这边其实可以不用打开 因为我全部都要寄 好在书写语插入栏位这里 好现在要插入的是姓名 好所以在这个插入合并栏位这里 按这个姓名 好亲爱的谁谁谁您好嘛 好那这个姓名呢 你可以把它框起来改颜色 颜色可以在常用这里 好我把它改一个蓝色 这样比较明显 然后把它变大一点 待会比较清楚 好然后再切环回来邮件 好这个是书写语插入栏位这一块 好那目前没有用到规则 下一题我们再用规则 好那这个已经插入好 我要的姓名了 我就预览结果一下 好第一笔是秋泽 所以是亲爱的秋泽您好 好那第二笔呢来这里 第二笔顺艳姿 好那这个是最后一笔 最后一笔是第十笔 彭嘉惠 好那这样就已经完成了 完成预览的结果就完成了 好那我们最后一步 完成与合并 那完成与合并又有三项 第一个是编辑个别文件 就是你待会按下去 编辑个别文件的时候 它就是一份两张 一份两张 所以总共会有20页 好因为十位 十位十位嘛 所以一个人两页这样子 那列印文件是 你有接印表机 它直接印出来 好列印文件 那第三个 传送电子邮件讯息就是 它会直接开启你的信箱 然后寄出去 这四份 好那用第一个 编辑个别文件 它会产生另外一个档案 好按一下原本的这个原始党会在 那合并记录 我全部都要十笔 好那看一下下方 看上上面的标题列 它是信件一 表示说这个是合并出来的结果 好那总共有20页 这边左下角有20页 那第一笔丘责就两页 第二笔是孙燕之 两页 好第三是黄家签 那最后一笔 最后一笔是这个 彭家会 19 20 这第19页 好这第20页 总共有10位同学 好那这一份就是一个档案 待会可以另外存一份 好那原本的那一份在这里 主文件 这个是主文件 好那这一份是 套印出来的结果 好来自信看 从邮件里面去执行这个 合并列印的信件